姓张力拉满 荷尔蒙爆棚 内鱼叔叔们质量太高了 大家好 我是大嘴小斑 如今啊 内鱼小先生们的质量呢 层次不齐 但叔叔圈质量可是相当高 今天呢 咱们就来一波大盘点 总有一块戳中你 第一位 王阳 最近 王一博和王阳主演的追访者正在热播 现一顶牛脖子哥 在书圈天菜王阳面前 被称屠了娃娃菜 从气场到脸大包没法比 吃得太惨了 王阳46岁了 年轻的时候 皮肤黑 厚嘴唇 走土味路线 但我没想到年纪越大 身上的高质感 烦恼越来越浓了 脸上的褶子和法令纹 为他增加了阅历 尤其适合演各种都市精英啊 宣传法派呀 和西装的适配度特别高 在我的城池营蕾里 演外科主任 和男主姐姐 都市成年人的爱情张力十足 叛逆者里演多宜特务处站长 拽而不柔 甚至和小22岁的李兰迪演情侣 都没背群嘲 和秦兰的中偶呢 也磕得动 清爽 没有味 他塑造的霸总 是有阅历的霸总 不是没文化 小混混 在硬凹霸总 也不是油腻又跌味的霸总 真的很绝 第二位 胡歌 42岁的胡歌 从帅哥哥 成功进化到帅叔叔 在繁华里饰演的阿宝 优雅 帅气 设定是 所有女人都爱他 看着胡歌这脸 这身高 这体态 真的很有说不力 和不少数圈男神 越老越帅不同 胡歌年轻时 颜值就很顶 经典角色 一大无垢 是少侠的代名词 傻里逍遥啊 景天啊 波静啊 杨颜昭啊 各顶各的少年感识读 简直就是CT制造机 随着年龄的增长 胡歌的气质里 小了活泼 多了沉稳 伪装这里的名台 狼牙榜里的梅长苏 让他转型成功 如今的胡歌 虽然里长正文多了 但岁月沉淀感也出来了 绝对是新一届的书圈顶流 第三位 王凯 年轻时候的王凯呢 美貌完全没有被开发出来 不是演天焰之人 不是演娘娘腔 或者是在年代剧里面 演土气男青年 直到伪装者播出 才让更多人 感叹到了王哥的帅气 他的帅气 属于那种浩然正气的帅 浓眉大眼五官周正 和制服的适配度特别高 不管是医生啊 警察呀 飞行员啊 都和王哥的气质相得一张 更难得的是 王凯 我说42了 但光看这脸的状态 和身材 还有这青春的少年气 完全不像已经到混书圈年龄的人啊 第四位 软惊天 软惊天呢 算得上是新晋的书圈男神 这位古早台偶男神 在孤欧里兜了一圈 没啥水花后 终于找准了自己的风格 颓废操汉风 在《周楚楚三害》里 他饰演的陈桂林 独子拉叉 不修边斧 但依旧很帅气 找回使得一下 就是一枚肩宽高个美男子 软惊天 身高186 年过四选 皮肤依然紧致 难得的是 他身上还有种生命力旺盛的感觉 眼望命之徒特别带感 第五位 刘亦军 作为著名书圈男神 刘亦军虽然满脸肘子 皮肤呢 也不砸紧致了 但他真的很有魅力 各种角色张力十足 《伪装者》里的 王天锋一股子邪技 狼牙榜里的 谢玉爱江山 更爱美人 猎狐里的 王柏林 道貌岸然 还有嚣张跋扈的张万林 刘亦军的反派 演了一个大箩筐 各个都很绝 在《不满美受害人》里 他演个性侵女下属的霸总 明明爹味十足 但愣杀人讨厌不起来 甚至还让不少观众 三观跟着五观跑 和刘云忧的中偶 连一点也不由 荷尔蒙爆棚 除了刘亦演技好加分外 已经54岁的他 身材管理相当好 瞧瞧 这挺麻的身姿 该让多少发富想年轻人脸红啦 第六位 李光杰 满脸豆筐 还能荷尔蒙爆棚 李光杰做到了 他顶着一张不光滑的脸蛋 照样魅力撕射 在风吹半夏里 凭着硬汉交夫赵磊 荣获2022年度最佳姐夫奖 和赵丽颖CP感 不要太强 李光杰是浓眼范儿 大五观方脸偏盾 演霸总大佬很适配 长腿阔背 穿大衣 那就是行走的双开门 不过呢 李姐夫本身气质偏粗狂 在《如意传》里演个白眼光傻的 男肉味 太重啦 第七位 朱雅文 朱雅文的气质呢 就是偏邪气型的 他特别适合演那种 斯文败类的角色 在《我是正人》里 演个连环杀人犯 太大感了 朱雅文属于年纪越大 越帅的那款 早期的他 穿梭在《年代剧》里面突袭四溢 后来一头扎进了都市剧里 简直就是新走的荷尔蒙 穿西装打领带 再加个大长腿 和各路女演员搭配 张力都敢高 不过可惜的是 这两年呢 朱雅文产出比较少 在书圈里排名比较靠后 第八位 靳东 虽然靳东因为中外同质化的 精英类角色 让观众审美疲劳 但不得不承认 靳东的外形气场 也真的和精英很搭 他作为阿姨杀手 绝对是名副其实的 遇上小仙肉们 东叔也不落下风 和现役的顶楼小生 诚意同框 靳东从气场到武关 都能得到诚意 可肖镇同台 俩人呢 也各有风采 当然除了内宇 还有不少书圈大帅哥 在港圈这边 西亭峰动领有数 从气质到脸蛋 身材二十年如一日 出席红毯 素颜生涂都不怕 皮肤紧致程度 吊打内宇 一众小仙肉 黄宗泽走脾帅路线 褶子反倒让他 更有成熟的魅力 一看就有好好健身 弯弯这边 也有不少优质书圈男神 吴康人就是 其中神亮的一枚 他虽然武关不算出彩 但演技牛 气质清爽 不管是贝德人夫 还是变态偏执狂 或者情深义众飞行员 吴康人都拿捏得死死的 身材管理也相当到位 秋泽也快43了 但颜值依旧帅气 皮肤简致完全不松垮 这两年转行不走花美男路线后 演技有了大提升 气质也转身成挂了 甭说 甩出新风格了 当然啦 以上也只是 书圈男神的一部分 他们的魅力 除了阅历带来的成熟外 演技和身材管理 也是他们的加分项 那么 哪一位是你的书圈天菜呢